在部落乡亲的殷切期盼与民众期待的眼光中 经过多年争取而完成建设的七角川部落聚会所终于启用了 乡长优书甄表示 七角川部落聚会所是中央道县乡协力的重要部落建设 而今天的落成启用不只是部落欢庆 也让一部落一聚会所的政策再向前迈进一大步 在部落族人和社区民众期待的目光中 经过多年争取而完成建设的七角川部落聚会所终于启用 简安校长游书甄表示 七角川部落聚会所是中央道县乡协力的重要建设 今天的落成启用不只是部落欢庆 也让一部落一聚会所的政策再向前迈进一大步 这一座七角川的一个部落聚会所 除了带来是部落的力量 部落的传承 以及部落未来生生不息的文化记忆的 推展之外 更在我们七角川西河畔 未来运动的好朋友们 也可以带来苏星的运动量能以外 更要提供我们如厕的生活的一个使用 所以它是一个多功能的挹注的力量 我们今天带着满满部落的期待 以及简安厢建设的一个铺层 圆满在这里 所以我们希望为简安带来的是部落 以及休闲旅游 山林跟我们平原 一起共构的一个多功能的部落聚会所 我相信这也是一个简安厢建设的新地标 我们感谢大家一起努力 乡长游淑珍表示 七角川部落聚会所不只是部落文化记忆生活教育场域 更结合七角川判风情 休闲游气 运动生活等规划了广场 还有户外草坪空间 并且建置厕所 方便民众使用 而今年8月18号 要迎来七角川部落聚会所第一场风年纪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同欢 介续会简安相报道